当地时间10月22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习近平指出 去年10月我们就深化中老全面战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 一年来两党两国各部门各地方积极落实 推动互联互通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作为社会主义同志加兄弟 中老关系在中国周边外交中具有特殊重要位置 始终走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国永远是老挝可信赖的朋友和伙伴 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老挝也处在国家发展振兴的新阶段 中方愿同老方巩固战略互信 深化务实合作 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 持续走深走实 习近平指出 中方愿同老方加强交流互建 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坚定支持 双方要继续做大做强中老铁路 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 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样板 中方愿进口更多老挝优质农产品 密切教育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 祝贺老方成功主办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欢迎老方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 通论表示 去年我赴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同习近平总书记共同签署 构建老中命运共同体新版行动计划 目前有关落实行动有利有效 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双边合作的深度广度日益拓展 中方长期以来给予老挝宝贵支持 极大促进了老挝经济社会发展 期待同中方持续推进老中铁路和老中经济走廊建设 构建老中命运共同体 我愿重申老挝党和政府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毫不动摇支持中国政府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支持中方在涉台 涉港 涉疆等问题上的正当立场 感谢中方对老挝主办东亚合作领导人会议提供有力支持 老方愿同中方继续密切在东盟等多边平台合作 蔡奇 王毅等参加会见